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早安 歡迎收看星期一早上的天氣報告 剛剛過去的星期六、星期日 可以說是有陽光亦有趙雨 我們今天的天氣情況沒有太大轉變 仍然都是一些陽光趙雨的天氣 如果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可以看到 受到高空反氣旋的影響 其實中國的東南部雲量不是太多 所以我們預計今天的天氣情況 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的趙雨 初時各部地區是會有雷暴的 今天最高的氣溫大約會有31度 過多兩天就是中秋節 天氣情況會是怎樣呢 我們預計星期三中秋節那一天 將會有古東北季後風抵達華南漁岸 隨著這股季後風的抵達 我們的天氣情況亦會變得比較多雲和猶豫 詳細的天氣預測會是這樣的 我們預計明天的時候 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不過去到這個星期的中後期 將會是多雲和猶豫的 如果大家在中秋節那一天 安排了一些戶外活動的話 出門口的時候可能要戴上一把傘 好了這一節的天氣報告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期待 期待